尝试了很多种医疗的手段 依旧没能留住老伴 在2014年 他永远离开了高大姐 从那以后 本来阳光的高大姐 开始变得格外消极了 在这个四年当中吧 就是没有走出来 没有走出来这个阴影这一块 就从去年的 去年之后好一点 房间家里人呢 朋友啥的都劝我 人死了 病人是死了 你咋难过得回不来 还被说说啥 为自己想一想 就是说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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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理是懂 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老伴去世的阴影 随着时间的过去 也一点一点的 从大姐的心里逐渐消散了 通过亲戚朋友的多方介绍 大姐终于决定再往前慢一步 于是她报名了我们的节目 就是说一定要身体要好 因为啥我们家的身体不好 我已经经历了这样的打击 至于这个长相啥的 不要叫长得漂亮 但呢一定要具备的时候 就是有点气质在像个男人 是不是 就是说性格方面要成熟 稳重一些比较好 你看看 这个高大姐的要求是真不高啊 就想找个身体好 成熟稳重的 石大哥也挺符合要求的 于是红娘就给俩人签了像 你好 你好 进来这边 大哥介绍一下自己 我姓石 我叫石磊 石磊啊 你好 我姓高 叫高原勤 握个手吧 你掌心 请记得这个韩红团 觉得演员还可以啊 反正就是感觉个儿小点 大哥这个就武官长得很漂亮 但是这个身高师傅 还没没有我高的 是不是 你没那么多 我就感觉 但是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感觉小个儿了 小个儿了 大哥比你高吧 你高啥呀 你看看 他还穿个高跟鞋呢 我脱鞋 一米六多啊 就出行 大姐穿到后面鞋呢 嗯 个儿高啊 就这个男人就低个儿 高就不高 就这个体格 哥高跟小 你觉得重要吗 现在肯定是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端的人 要是说年轻一点 肯定是重要啊 是不是 哥小的可能是习惯了 也背不住就能适应了 很多时候 大姐跟你比个儿 你心里没不得劲啊 能不得劲啊 不得劲就得 高大姐跟十大哥比个这个事儿啊 让大哥有些尴尬 但是两人能不能相处得挨 还得聊聊才知道 于是大哥热情地招呼起了大姐 我这个都洗了 让她擦个肯定 不用不用不用 这凭我先换不上 不擦 不用不用 你就招呼大姐 你去死 不要 也当你疤开眼睛 不用不用疤 你不用疤 你就这里 你这里一点 我姓石叫石脸 就石脸 不会说话 坐里一点 都做的吧 就是看到什么乱乱啥 他也是一个还算实在人的 感受到了十大哥的热情 高大姐也挺开心的 主动问起大哥的情况 咋还离婚了 那年轻啊 媳妇我经常看孩子在家 她也好玩 我就管不了 那就离了 我俩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 再没找 这投资找我就想 见你是投资 2007年1月1号 正式离婚 其实离婚都是说一个半了 拍不响的 可能就是说有个慢慢原因 懂似的 是不是 嗯 也不想太累 人家离就离了 离我的后干啥就方便了 哈哈哈哈 大家还变一下 把胖子给甩出去 甩下 还有天哪 甩下了 他离婚啊 怎么都好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 近几年离婚的 可能就不好说 因为他离婚这么长时间了 我会把他放下这块的 听到石大哥是离婚的 高大姐表示并不介意 大哥这边呢 觉得大姐也挺好 也开始主动说起了 未来的规划 我这会儿就习惯了 要成家了 你不敢有多钱 就今年 咱们从明年开始 卡归你 你吃费 你咋花我六本 以前也是 你挣钱 交家 才有安全感 你不交家 你喜不也不干 跟那样 喜不也不干 我真心的 我这交给以前过日的 都有交的 男人不交的 女人不卡式 我觉得就是太正常 因为咱 女人是管 持家这一块的 缺什么扫什么 女人心比较稀采 需要女忙 你办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说啊 石大哥说呀 两人要是成了 以后就由大姐当家 对此高大姐表示很满意 接着他又问起了 大哥的住房情况 这是属于那种 公住房 是吧 公住啊 啊 这个房间 环境 感觉非常压抑 房间太小 我不知道就是 你这实力有多雄厚 如果说也是 你买不上房的话 咱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房子换 咱可以就是说 调个大房子住 就一个我脚住就挺好 石大哥现在住着 六十平的公租房 高大姐觉得 房子有点小 所以希望大哥 能换个大房子 那石大哥又是咋想的呢 我现在养钱嘛 还有聘过几年 一二年再说实话 我到这一年 手头也有点稀奇 имеет房子 你见啥没有了 我也让你看这个 我也有钱 我也不许那园 行的那种尬 房子不行 不行 也是行 我条件不行 出不了 没关系 没事没事 不好意思 就是说因为上 生活必须有个舒适的环境 你知道吗 两个人因为房子的事 没能达成一致 大哥虽然有想换房子的心思 但是现在手里不太宽敞 觉得不是时机 大姐觉得呢 这小房子实在是住不了 所以两个人最后没能走在一块 就这样 是 咱俩人当个朋友吧 没事没事 当朋友住吧